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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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克成才得知当年事情的原委 另外 这种过敏的交情还源自庐山会议上 黄克成在证件上对彭德怀的支持 原本上黄克成是在会议期间被教导庐山参加会议的 他在明知彭德怀被打倒的情况下 明知支持彭德怀势必影响他政治命运甚至生命的情况下 黄克成依然敢于坚持真理 敢于替彭老总说话 并真正的表示 落井下石也得有石头 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 我绝不做诬陷别人的事 在那种大环境之下 这种替彭德怀说话的真正之言 完全可视为两人的另一种过敏的交情与行为 第二 他俩有着激烈的争论 彭德怀与黄克成虽有过敏交情 给人的印象也是两个人非常合得来 但实际上他们俩人并不发争论 甚至争论得很厉害 彭德怀与众多将帅交往中 由于黄克成工作中 共事与合作的机会较多 所以争论最多的也是与黄克成的争论 1932年10月红军打赫州时 黄克成任三军团一师政委 对于临时中央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 黄克成极力反对 而在一些问题上 黄克成甚至与军团长彭德怀 持有严重的不同看法 他甚至表示你彭德怀是半个第三路线 就是李第三 赫州战役结束后 红三军团政治部 专门召开了广场会议 主要就是集中批判黄克成的错误 但黄克成具理力争 就是不服 就是不检讨 最终结果是 黄克成被撤销施政委制止 会后 彭德怀曾找黄克成台话 提醒他说 如果你再提意见 你就要被撵出红军了 但黄克成反问着说 我又不是哑巴 怎么能有话不说 在建国后 黄德怀主持局委日常工作的几年里 由于黄克成他是作为军委秘书长 总参谋长 经常甚至天天与彭德怀打交道 两人因为一些国防和军队建设问题 难免有不同观点和看法 同样也有过不少的争论 不过 他们都是共产党人 都是对革命事业负责 争论之中 并不带有个人色彩 黄克成曾形象回忆说 我和彭德怀几乎争论了半辈子 但我们之间的争论 从不伤及感情 我们之间谁处理 谁就会口服惜服的表示接受 第三点 他们俩有着彼此的欣赏 彭德怀作为一个纯粹的军人 他对勇敢不怕死的军人 总是高看一眼 而黄克成这 你看他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 看上去很微弱 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表象 黄克成骨子里 你看啊 他并不发这种勇敢的铁血 1930年5月 我们举个例子 红武军当时攻打休水县城的战斗中 作为八大队政委的黄克成 带头冲在前面 激战震撼时 黄克成是亲自上阵 轮大刀与敌进行拼杀 后来彭德怀得知此事 就对黄克成说 老黄 下次作战 不许你也跟着轮大刀 要知道 你带着这么一对眼睛骗子 一看就是个官 很容易遭强刺 显然 彭老总的警告中 更多的是带有关切 带有爱护和欣赏 上世纪50年代初 彭德怀作为军委副主席 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黄克成 先是任副总长 兼总后勤部部长 后来任军委秘书长 作为彭德怀最主要助手 协助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这也逐渐 彭德怀对黄克成 有多么信任 多么厚爱 而同样 黄克成对 彭德怀的钦佩赞赏 也是 与日俱增 我们举个例子 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后 彭德怀的志愿军司令员和政委身份 正式向全世界公开 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黄克成 在给彭德怀的慰慰心中 这样写道 敬爱的彭总 每当哪里最危险 哪里最坚固 哪里最困难 你就在哪里出现 你真不愧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我党的优秀党员 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子 黄克成在晚年时 曾这样说道 我和彭德怀言不及思 相待已成 相争以礼 性格作风 比较合得来 如此而已 黄老的话 随时简单朴素 但却深深的折射出了 两个人的崇高人格 与崇高右翼